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论坛的柯文哲市长的动向未来 当然他跟民进党 跟国民党的沙卡图的关系 一次探讨 我们来介绍三位来宾 第一位台北市议员林国审议 欢迎胡大哥 各位大家好 新北市议员刘美芳小姐 胡大哥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台北市议员林亮君小姐 胡大哥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们今天专谈两轮 就是国民党的党内初选 我们来看相关议题 孙大谦代表韩国瑜谦 董事长时间到了 我们下次再来好了 先跟大家说再见 好 孙大谦代表韦 他们都代表人签 广播时间结束 郭台铭还继续抱怨党中央 反复苦水不吐不快 不理不财我们所有的 我提的每一项意见 没有 你看地心引力往我这里推 有人来问说 哎呀你不签怎么样怎么样 我说这样子 我请我们的代理人来签 他们就说代理签 人签不可以 那我说既然代理签不可以 那他们两个都代理人签 为什么就可以 他们不讲话 炮火全开 对准国民党秘书长曾永泉 郭台铭爆料签初选公约内幕 听到外界质疑他不签 会不会到时脱党参选 更是怨气爆发 我一直要求签 那昨天七月七号凯道 一起签就不是没这个事情了吗 那为什么他们不做呢 我几乎所有的要求 都完全被封杀 你们认为国民党有在帮助我吗 你不问其他们说 他们要不要去脱党 问我要不要脱党参选 越讲越气国民党初选民调 惊天起跑 郭台铭在三大爆头版都看了广告 呼吁伟一支持 是被质疑砸大钱买媒体 小英有国家的预算支持 韩市长有 今天有这个中天电视台来这里 他想拿出来 我愿意全部公开 对蔡英文和韩国瑜校正 而且初选期间 不少片绿粉丝团都交战非韩不投 要用反串民调帮韩国瑜出现 我比较不好打 韩市长比较好打 赌盘说 我会赢 后来已经最近不接受郭台铭的 那我本来是一个很有胜算的机会 因为民进党这样的一个反操作 你们要选一个理智的 暗算韩国瑜不理智 郭台铭还一再强调 零到六岁国家养的政策 绝对做得到 左打韩右打猪 初选民调揭晓前党内剑拔弩张 我昨天还接到南部某大主头 说这一次要赌国民党谁出现 郭霍函我不讲立场 我知道主头答案 地下经济达一百亿 空前未有 你看竞争是激烈 光金额就一百亿 那赌郭还还出头 我不讲 免得我影响你们的赌盘会影响初选 导致这份报纸是 是说郭是为了选中 是为了救红海 当然是中美贸易 这是仅仅参考 导致这位我要向他致敬 我要等下请郭臣稍微提一下 就是正式已经发布文了 就是这个王科务律师享受93岁 他最主要是 马银酒是当场 无故短少的始作用者 其实是王科务律师跟我去提告的 他目前 最主要是那时候 林德瑞说只有225亿 不到两 其实这个数目后来有党产会证明 至少目前已经至少发现648亿 所以坦白讲 我认为林德瑞先生是职业说访家 虽然王科务律师过世 但是他说他做了60年党员 他要知道党产多少 到现在没有人知道 好 我们稍微带一下 这是双方的攻防 民进党打主权牌 国民党打经济牌 这我不评论 到底有没有气宝 这是刚刚郭董所说的 要不要签不签的问题 为政之道耐烦而已 受不了厨房的热 就滚出去 其实郭董你还是要习惯一下 这是到底哪一方好打 我也不知道 有人认为郭好打 有人认为韩好打 老师对这个报纸标题 我非常不以为难 为了斗韩不惜恶死龙与民 有这回事吗 我认为这个报纸 这个是叫阶级斗争 我访问龙委会官员 谈非洲朱恩 谈口提议 谈秋行军虫 谈欧盟拿掉黄牌等 这种阶级斗争以言 不要再出现 我们可会判断 人民会判断 希望这种标题不要再出现 当然日本政府也是逆向而行 你看日本为了 因为日本有吃惊于习惯 于是退出国际补经委员会 原来是安倍 他故乡是补经的一个基地 他们考量 但至少日本人 这人物不会说 龙愉民饿死 这种话不要讲好不好 这就是民粹 这是测论 今天测论 蔡英文大打美国牌 国民党自甘失算 国民党好像逢中必散 我觉得蛮可惜的 主权大声讲出来 导致等一下第二段会谈着 柯文哲的问题 因为柯文哲是市长 从上海回来以后 他正在静待 国民党的初选结果 作为参选与否的参考 来 郭胜请 我想刚刚看到我们胡大哥提到王可护大律师这件事 其实人总是有感情 其实王可护大律师跟我跟胡大哥 我们同样走过这个党场归零 看到他往生 真的 心里面感觉到一个七七烟 因为他让我感动的是有两种 我形容他 他是一个正义的大律师 不是说 那为什么说正义 因为大家都知道 老兵要回台的时候 他没有地位 通通他是免贵的义务律师 他打了几年 打到底 打到最后 是台籍国民党兵 在华北作战 所以这个 他真的在华北里面作战的 这些人回不来台湾 在那边也被排斥 所以到最后是他打了多几年的官司 所以这一点我是把他形容 他是真的是一个正义的意思 那另外一个就是党场归零 其实党场说实在的 马赫林是他 讲话一点是跟他很麻吉 可是最后为什么会跳出来 他是国民党算大佬之一 可是他为什么跳起来 党场归零 他正义 所以我是觉得 一个正义的律师 就这样走了 当然我们要 心里面感觉到很难过 但是还是要助他一路好走 但是你的正义 我相信还是会留在台湾 还是会有人继续为台湾来打拼 所以谈到国民党 当然因为我是觉得 昨天还发生七七事变的两个事情 第一个就是香港缓中 只要不撤回 只要不撤销 他们就这个抗议到底 这是民主的追求 那国民党7月7号 也举办一个叫做 缓铁龙公投大游行 那我给他看一看 昨天那个活动 我个人 我个人 这个美方你也不要生气 我觉得是不像 为什么是不像 我是觉得 到底是你国民党的初选肇事 或者缓铁龙 那个铁龙公投 都讲不清楚 你们讲快点 上台能讲 也没有讲到这几个字 不过我又不晓得 只有讲你们在选总统的 那我是给他形容 真的我是觉得 这种缓铁龙公投 这个游行有一点 真的我是觉得很可惜 我倒不如最后 谈谈七七事变 纪念日也可以 也没有提 你最起码也要谈这些 国民党不是很重视 七七事变的事件吗 但是也都没有谈 昨天谈什么 就是五个总统候选人上去 就是我把它形容 就是总统初选的 另一种造势的活动 我自己的感觉是这样 可是观众朋友的认知是怎么样 我不晓得 可是这个活动成果如何 我是觉得有待观察 那我们来谈国民党的初选 美方虽然是国民党 我不是国民党 但是我看到的 我们来提出分析 第一个 国民党初选的结果出来 也要面临两个难题 第一个难题 大家可以看得出来 如果看到这今天的局面 韩魂跟郭董 他们互呛互不相让 以及争所有的主导权 各位 初选之后 不管谁出现 这个分类如何去拟贫 我个人的看法 现在郭董的支持者 跟韩魂的支持者 只要一郭就不投 一韩就不投 所以这类国民党如何去善后 我认为这是很重要个题 另外假设 郭台铭出现 我敢保证韩魂至少六十万张选票 非韩不投 只有韩国瑜他才会投 这个问题 我认为韩国瑜的支持者 他们的投票倾向 是非常坚定的 你怎么讲 他就是非韩不投 所以这个问题 也是要面临一个问题 如果韩国瑜出现 我个人的看法 问题越大 我这个理论 或许你不认同 但是我有我的逻辑 第一 最少有一百万的票 不会投稿韩国瑜去 为什么 中间显明 年轻一代 这些票会留到哪边 留到柯文哲跟蔡英文 那不相信 大家可以看看 说我意料的这些事情 是不是会实现 这个也值得你国民党 要去做一个未已筹谋的一件事情来处理 那我我在想 我们又回来 我们来看 朱立伦现在怕人家气饱 我也觉得很奇怪 你本来民党就没解冠了 气饱就气饱有什么要紧 不用紧张啦 朱市长 朱主席 不用紧张啦 所以我是觉得我要用一句话 就是不嫌的是最大 我们王前院长 他是没有参加初选 那到底他要不要嫌 可是据我个人所了解 他现在各县市的金平之友会 陆陆续续在成立 奇怪 那他不参加国民党初选 然后他的这个后援会 又这么多 奇怪 我觉得这后援会不会有什么要 其实大家可以密切去观察 我为什么要讲说 我不显得最大 我坦白跟你讲 只要王金平宣布他不显 这些的票 他不要说十趴 他五票 五趴 这些票流向柯文哲 柯文哲当选 流向蔡英文 蔡英文当选 流向郭台铭或这个其他人 他一定当选 可是有没有可能流向韩国瑜 如果韩国瑜出现出现 那如果有的话 那当然韩国瑜我们要恭喜他 那如果这五趴没有流向韩国瑜 我问你会吗 我个人的看法 如果我的情绪是不可能 王的情绪 不是你的情绪 那以我啦 我用我的情绪 但是人家王金平搞不好 他宰相度里能撑团 最后还是什么 忍痛割爱的去支持他 建五分钟就送客 但是政治是很难讲 可是我们也不能讲得太满 但是以我的想法 以我的度量 我是不会去支持韩国瑜 为什么 因为王金平真的受委屈嘛 真的受委屈嘛 你私底下讲快一点 也要求你来这个支持 王金平来选总统 最后据我个人所知 是不是资 是不是这个资料很正确 也就是暗示请你支持 你有一种默认的感觉 可是弄到最后 我们大家你也要选 他也要选 那当然心里面会很不舒服 最后我是觉得 我如果韩国瑜出现 我个人的看法 王金平支持 郭台铭的机会很大 我们从这里可以看得出来 第一个高雄市议会 陆副议长 还有很多年轻的议员 公开的替郭台铭站台 我想报章媒体都有啊 第二个 郭台铭到佛光上去拜访 请问一下 是谁安排的 各位观众朋友 大家去查看看 大家去查看看 谁跟佛教界是 你没有点名就好了 什么人 我个人的看法 那是吴伯兄吗 不是佛光总会吗 所以这个 这个我们大家去猜一猜 看一看 另外一个 好 请大家看 最近很夯的 美方应该知道 关公的好兄弟 一个叫做郭台铭 一个叫做王金平 这公车 你爬爬走 所以这个公车广告 我也感觉到很奇怪 王前院长也没有去议议 也没有去抗议 到底难道说你是默认吗 所以我是觉得这个也是值得我们大家来看 可是有一个 王院长直播 当然跟延亲彪 跟任何人 朱立伦 谁都有直播 但是这直播里面也有学问 什么学问 为什么跟郭台铭 在做直播的时候 要在王金平老家做直播 为什么 自己的人 自己的人 不才能在老家做直播 如果一般人就是在平常 所以我个人的看法 郭台铭 当然有郭台铭的优点 所以刚才我们所看到 零岁到六岁 由郭台铭来 这个这个由国家来 这是快很准的政策 所以这些是对他是加分 可是韩国瑜 我是担心 虽然现在你们民调 我们不影响你们民调 但是韩国瑜的 他最大的问题 七月 八月 九月 十月 这四个月是登革热的登峰期 如果处理不好 我跟你讲 你就会栽在蚊子的身上 会跟总统是无言的 所以我个人的看法 国民党这场出险 到底路子随手 我们益住他们 但是还绝对不晓得是谁会胜 谁会输 不要说登革热 一个龙社 韩国瑜不住市长输一个豪宅 大家都出彩 大家可以帮你练笑 韩市长你要小心 你看 这是郭台铭先生说的中间媒体的头版 但今天我看了我插眼我眼睛都掉下来 今天一份青绿的文字媒体 头版头条的韩国瑜 第三版专访半百的韩国瑜 莫非 股市说的捧套杀 是不是民进党策略也要注意 我要谈一下罢工 因为其实这个礼拜 总统参选可以谈罢工吗 我希望你们谈好吗 你看这一次罢工权开始要联议了 是不是要启动第三方仲裁 要 要 要做 其实这一次 我觉得这个 我故意把它画难得出来 真到新这过来 空务员今年没年终也不调心 那你们要证什么 其实两拜计算我打同意了 包括政府 我记得1992年 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 那时候的参谋所长联席会议主义说 因为过去韩战越战经验 发动战争一定要先思考退场机制 第一次不完战争就有退场 第二次 小布系统就没有退场机制 弄到伊斯兰国出来 罢工可要退场机制 你看史上最久的罢工 再看这标题 其实政府这方面 我说劳动部交通部长都不称 我公开讲 人家想我明天都不能说 这一次交通部 劳动部长还到现场去 你立场 你要做仲裁 我今天上礼拜前主委 劳委会主委照说我讲 是要做仲裁 不是选边站 政府要做仲裁者 你看这一次罢工者 你们没有年终 也不调心 高兴吧 我们要好好学习成熟一点 罢工权我同意 那消费者权利呢 旅行社权利呢 而且无意间罢工 我讲 美国现在没有 飞机机师 航空公司敢罢工 罢工到后来 老板卖掉 都不要了 所以美国几乎 几乎很少听到 航空公司 罢工都是 各位就不要做了 就是这样 注意不要三书四书五书 美方小姐一定有一些委屈 但是我要对郭董说 今年70岁 不要抱怨 郭董你可能刚进政治这一行 都在抱怨碎碎练 长江万里千里必有一区 长江一万公里 一千公里一个委屈 习惯就好了 对不对 美方 你应该是替郭董站台 我看到电视上 你有站台 把他委屈讲出来 听他讲话 我其实是替孩子站台 我替零到六岁的小孩站台 你赞成 因为我是觉得说 如果说基金的部分 我相信说郭董自然有他的方法去 就是说怎么样能够运用这些基金 然后去潜滚潜 去做出一些收益的部分 至少比现在的三趴两趴还要来得好 我相信他应该能够是做到七八趴左右 但这不是我们今天要谈的一个重点 那其实我觉得说郭董 其实他那时候讲的蛮清楚的 就是说他他觉得要签 要签这个可以 我觉得说这个初选之前 他就一直觉得说 他很愿意来签公约 只是说他有几点疑虑 第一点是说 为什么可以代签这件事情 比如说像孙大千也带 帮忙带签 然后比如说像是这个高斯伯 也帮忙带签 他觉得说带签的部分是有疑虑的 那另外一点是他觉得说 为什么不趁着在昨天造势的 那个不是不要说造势 昨天那个这个铁龙公投 别别是造势 都不是造势 对啦 那你不要讲这么白啦 就是说因为那个不要说造势 那是一个大团结 好了好了好了 铁龙公投 为什么在那个公投场合呢 就五个人一起上去 然后把那个板子拿出来 五个人一起签下去 那这样的话就可以代表这个公平性 然后也不会说有什么带签的问题 我想这个郭董是有这样的一个想法 那只是说他一直觉得很奇怪 就是说某些媒体见缝插针 就刚刚您讲的那个斗大标语的那个媒体 然后就是说他 中间集团对不对 您讲对啦 郭台平讲的不是我讲的 对那他讲没有人敢告他 就是说其实应该是说 他觉得说就有些媒体会见缝插针 针对这件事情 其实我觉得要来谈谈我们公约好了 那公约里面最主要 我归纳出来有三点 第一点就是说像初选期间 候选人不要随便去攻击对手等等 第二点是说这个粉丝 也不要随便就是挑衅的行为或怎样 第三点是说如果说没有或提名的话 就不要违继来参选 这最主要是讲这三点 那我觉得很奇怪 因为一二点现在有人在遵守吗 我不知道一二点好像大家都比如说 不互相不要挑衅 美方能不能直言这个礼拜 民调大家不会在乎公不公约 我想问说你看好谁 我想知道答案比较重要 你谈公约大家有趣味 我看好谁 你认为国民党谁最适合出现 可以跟蔡英文 至少分庭或击败蔡英文 我想你们的选民要在乎这个 不是公约的是不是 其实我必须要讲 我觉得这几位候选人都非常非常的优秀 包括说像朱立伦 包括说像郭台铭 然后还有韩国瑜 这几个人都非常非常的优秀 但是说怎么样能够说 从中间找出最适合 来管理我们这个国家 要怎么样选出一个最优的领导人 我觉得这是一门学问 那如果说您问我的话 因为其实我一直觉得说光是说国民党这一次 能够透过这样的方式 而不是在过去 国民党就是用协调方式 比如说就大家瞧瞧 说就好了 但是这一次是用这样子初选的方式去做 我觉得这是一个蛮新的体验 对国民党来讲 民进党会不会来灌票 有可能 今天我讲的亲历的大媒体 文字媒体第一版 第三版全部挺寒 很不寻常 过去是寒黑现在被挺寒 表示民进党已经在动员介入了 对啊因为民党当然他们也有觉得比较好打 比较不好打的嘛 比如说他可能会觉得说 那个韩国瑜 他可能就有些比较好打的地方 相对来说 他觉得郭台铭可能就比较不好打之类的 他就会去反正现在就是看 就是比较偏绿媒体是比较喜欢哪一位 就可能是比较好打那一位 我觉得这样应该是可以去做这样子的推论 所以我跟你讲之外 你个人认为你会怎么样 每个都优秀承认 做中文候选人 他有几步齐就有了 相相实的你又能看 我个人我就是我刚刚就像我刚讲的 我觉得说我没有赌啦 不能博弈啦 这是金额一百亿 已经到一百亿了 不能博弈啦 那我是觉得说 其实我是支持郭台铭的政见 就是零到六岁免学费这件事 因为我自己本身就是受益者 那我觉得说 这是两千亿的黑洞 但是只要 其实郭台铭是一个实业家 我觉得他讲得到 他就做得到 所以课生富人税 对啊 没错 富人走呢 有的人法国是走得了 但是他就觉得富人比较少 穷人比较多 像我也是 我也是还蛮缺的 我不是富人 不因为法国社会党曾经克富人税 富人全部外移 这个各种利害得失 我觉得谈政见一定要各种考量都在内 对当然各种考量都要有 但是我要讲的是说 其实在现在这个社会 大部分 尤其是之前是M型的社会 那其实那个M已经越来越 越来越远越来越远了 那他所谓要克的 我相信说是所谓真的是大户的 那这个部分呢 其实我觉得细节的部分 可能要谈的话 可能这是涉及到政经的经济的部分 但是我要讲的是说 其实现在大部分的民众 光是要去抽这个公托公幼都抽不到 那所以说 当我们在听到说国家养的时候 我们那边就有个议员就说 哇 这好像是听到一个男朋友 在跟我承诺说没问题 没问题 你以后孩子我都帮你养 就有恋爱的感觉你知道吗 对真的 所以说我觉得说 所以这最近有效 这有效 当然有效 因为光是我们女性 妈妈不是妈妈 爸爸听到都很开心 你知道我们每一次遇到说 快要开学的时候 那个电话真是接到手软 对啊 就是说每次都说要 希望说可不可以帮忙说 那个公托公幼抽签 他们想要进去 可见得说大家真的是经济状况 真的都都还蛮辛苦的啦 所以说我会觉得说 如果说郭台铭能够 当然他不是只有推出这个啦 那他有推出说像保险 可以这个成立保险公司 可以团团保等等之类 帮助一些生残朋友 等等的啦 那我意思是说 我觉得说如果是郭台铭 然后我认为对民进党来说 会比较难打 那如果说是其他像韩国瑜的话 因为其实韩国瑜现在他当然他现在是在高峰上面 那很多的韩粉都非常的拥戴他这样子 但是慢慢会随着时间 因为还有半年的时间 大家会开始来看说你在高雄 你到底做些什么 如果你连蚊子的部分 蚊子的问题都没有办法去处理好 的话就会很大的致命伤 所以说我觉得说这个部分 其实大家还是会希望说能够找一个务实 真正会做事情 然后翻转台湾经济的候选人 我向大家推荐一本传记 我希望我们台湾政治人物看看 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的传记 以色列服务员只有台湾三分之一 人口大约八百多万 但这位领袖做了十年总理 非常有决断力 要想想决断力 决断力是我们台湾政治人物最缺乏的 我们很多政治人物犹豫不决 我觉得非常不妥 看看我就要学学这个小国怎么在 阿拉伯之海生存的决断力 我完全同意美方一眼的论述 法国人说的 拿破仑一生辛苦不是为了自己 也不是为了法国 是为了未来 当然是 我们昨天作为主持节目 或你们参选也是为了下一代为了未来 今天香港人为什么年轻人 虽然香港年轻人变天然独 也是为了未来 昨天你看九龙二三万 过去九龙是很少这样上次香港本老是到九龙 而且未来每个礼拜都有 哇没完没了了 来亮君太阳花世代 雨伞世代 怎么看我们请你赞谈国民党的问题 苏姐 国民党其实从去年一一二四到现在 我是还蛮亚裔 现在居然会走到这样子 就是说当时在谈说这个接下来民进党我看岌岌可危 那没有想到国民党现在看起来好像好好的一局 但是到现在好像看起来有点这个党内一阵混乱 然后当时还在评说几颗太阳都争着要出来选 结果没有想到现在往内互打打的凶 那其实对 因为这当然就是国民党内部初选 还有很多机制 然后当然这个要公约要签不签的 我想当然现在今天晚上就要开始做初选民调 我想谈这个也都说无意 但是就是说到底哪一位国民党哪一位候选人出来 就是是说才能够对台湾的这个2020的选举有正向的帮助 我的看法是这样子 就是说在这几天看下来 其实从昨天的国民党的到底是什么场 不知道是造势场还是反了农公投的这个场子 你自己看如果比起之前的缓红媒 你觉得比较一下 这当然人数差很多了 这大十字都没有出来 警服门的大十字623那个大十字是非常明显的 在警服门的那个十字路口 那在这一次当然很明显看起来人数没那么多 但是我觉得这有一部分也有关这个韩国瑜他 说请韩粉到高雄去玩 所以我觉得这当然多多少少有影响了 那我要谈的是说国民党现在这几个应该说这两位领先的候选人 这个郭台铭跟韩国瑜的支持者 我真的必须要说 虽然这个初选 这是当然这个厮杀激烈 但是呢还是要理性 然后韩国瑜常常讲爱与包容 爱与包容 我昨天看到 前几天看到就是 韩粉到这个高雄玩 然后呛这个要罢免韩国瑜的店家的时候 我看实在是非常的难过 韩市长是说 请韩粉请他的支持者到高雄玩 然后这个振兴地方经济 毕竟他还是高雄市长 所以他希望他的支持者可以到高雄玩 然后来体验高雄的风情等等 结果呢 结果韩国瑜的支持者去呛这个要罢韩的店家 我觉得其实是这样子 罢免在这个民主国家 本来就是这个法律赋予的权利 这大家都有表达意见的方式 那其实大家就是说对于不同意见的看法 我认为都要保持尊重啊 如果就是真的你不认同这个店家 你可以不要进到这个店家消费 但是你为什么要用这么激烈的言语去辱骂呢 那我其实觉得店家的这个EQ也很好 那个小女生EQ也非常好 没有彼此互嗆起来 但是我觉得这就可以看到一个是 在这几个月下来 这个社会激化的这个现象越来越严重 其实我这是还蛮不乐见的 就是说我当然知道所有的选举 其实他都会让这个整个社会 来到一个比较疯狂的状态 但是到现在这个地步走到这个支持者彼此互相的这个辱骂 然后非常不理性的行为 我认为像这样子的状况 韩市长应该要出来说句话 应该要像自己的支持者讲说 这个本来台湾社会就存在非常多不同的声音 不同的意见 但是呢就是我邀请我的支持者到高雄 是想要振兴经济 是想要消费 那如果你不支持这个店家的意见 还有很多其他店家 那我相信韩国瑜 我必须要说韩国瑜如果接下来他 首先第一个他可能没有办法过初选的话 他还是要回去当市长 这些店家还是他必须照顾的 的这个经济选民啊 那再来就是他如果要 这个当总统的话 那他更要为整个台湾的经济 为这个整个台湾的人民来扶植 来设想嘛 所以如果你的支持者不断的 去挑衅其他的这个对手的话 我觉得这个其实是一个不治的行为啦 韩市长应该要在这个时候站出来制止 我认为这个其实或许对他的形象 是有加分的 其实哦 民粹政治要非常小心 像我当然提到那个 对一个小女孩在那边呛销 我很不以为难 我预告下礼拜二 因为韩捆说要罢免两位议员 一位是桃园司议员王浩宇先生 一位是高雄司议员王杰小姐 我已经排好要请他们来 你们要罢免他们 那我就让他们来说话 这叫逆向操作 你把这个王浩宇跟黄金 已经捧到一个 我是指韩文 把他捧到一个准立委的状态了嘛 有时候不能逆向 就像罢工哦 我不会谈 照我要谈的时候 你看啊 为什么到后来 人家说见好就说 见不到好也要说 为什么 政治一样 罢工一样 我希望下次要发动罢工的注意 尤其是社会之观瞻 舆论之反应很重要 不管韩粉或罢工者 好我们来看柯文哲市长 因为上周我们谈柯市长 那时候他还没有回到台北 他回来 我们可以稍微经过一个周末 稍微盘整一下 请看 出席NTO注落起用典礼 柯文哲市隔五天后 终于回到台北市出席公开活动 不过他的核心幕僚李静颖 却在PTT发文 引发外界乐意 年轻人关心国家大事 我也不能说 也不能去 你不能发表意见 所以每个有话 发表他的意见的自由 另外也是这样 每个人都有他的出生背景 有他的朋友 所以我们也没有办法去管那么多 他事先是有跟我讲 表示自己不能限制年轻幕僚 关心国家大事 但李静颖是前国民党立委 李嘉靖之子 文章以一位 蓝底香白旗 政治幕僚的真心话来爆挂 开头就透露自己是谁 接着说高雄市长韩国瑜 将在初选胜出 很高几率会当选总统 认为唯一卡韩的方式 就只有团结非韩人口 并且打出有韩不投 非韩投锅的口号 最后更强调 不希望韩国瑜当总统 照外界质疑 是柯团队在带风向吗 应该去问他怎么会问我呢 他写谁写的谁负责 每个党都在干扰 另外一个党的选举 这就是纯粹为了 他自己的党的胜算 在考量 在操作 其实有时候应该 比较正确的想法 应该是说 应该是说 我们希望每个党的候选人 都是对台湾将来 整体利益 或长期发展 是最好的 可是在每个党 现在在操盘的时候 在影响都要想说 如果是谁出现 对我们的选情是最有利的 我感觉这些是 我感觉越来越乱了 柯文哲强调是幕僚 个人行为 却又忍不住批评 蓝绿恶斗 不过上中双城论坛行 最后和国台办主任 刘捷一闭门会时 一是双方沟通不良 发生直播乌龙争议 据了解 柯P事后一路痛骂幕僚 甚至还要他 一周不要出现 据传该幕僚 就是李静英 我今天早上 有跟他们讲 还是要写检讨报告 通常要搞出一个乌龙 不会是只有一个人错 一定是很多人 绰合起来 整个过程是OK的 只有最后这个 小小的扩分这样 不过大致还是 还算smooth 自认这趟中国行 美中不足 但从直播乌龙 再到幕僚上网 PO爆料 柯团队引发的争议 恐怕也让柯文哲 一个头两个大 你看柯文哲连讲英文 都很台 smooth 你台湾 smooth 你看这个幕僚 花文挺郭 当然是年轻人意见 有含不投 亏含投郭 跨我下午 到底是个人意见 还是有阴谋论 我也不知道 坦白讲 我跟年轻人 可能有世代差距 等一下问亮君 这个很明显 蔡主打主前排 难打精力排 但是我公开讲 我讲到负责任 美国日本可是 公然的 已经不是公然介入台湾大选 挺蔡英文连任 我讲话负责任 至少我到琉球去 我得到更多日本后面的消息 更证实我的观点 为什么 第一岛链 台湾跟琉球 美国两支双眼睛 不甘好 减少拿去 说白就是这样 至少我得信息 从日本或美国进行单位 我都有见到 好 这是蔡英文大打美国派 没有错吧 你看 然后国民党 反而 我也蛮奇怪 你讲中华民国 主权独立也可以 连这个都没有谈 我也觉得蛮奇怪的 好 老师这要我请教这个 也是 你算有科 你不是柯家军 你有科的 有科五星级 我给你升六科 柯文哲的抉择 对南营的大选 就是他在静待 这个礼拜的 南营的党内初选结果 先从直播团 直播什么 到底什么事 人家谈 总统大选初选完 国民党 科的动向 只剩那一科 请 其实那个直播的事 据我个人所了解 当初协调的话 是可以录影存证 是没有直播 这两个字 那集中到底 他们怎么样去协调 怎么会搞成直播 那这个直播 所有媒体在的时候 这个直播是顺利的 但是当所有媒体 已经隔离的时候 这个直播只剩下单一 所以就被中方发现 所以中方是同意录影的 但是不同意直播的 那怎么会搞成直播 会中断 原因就在这里 其实就是这么单纯 全职工不是一个人 是一个组织运作的问题 你同意吗 这件事情 柯文哲确实直播的问题 柯文哲确实是不知道 而是这个说 一定很多人 当然就是你观传局 你发言人 你这种东西 还有大陆小职负责联系的人 你当然你一定知道嘛 那绝对不会柯文哲 去告诉他们说 请你让我直播 我绝对不是这样嘛 所以当然他认为要检讨报告 这个部分绝对不是一个人 就一个直播的人 就可以做决定 只指柯文哲的抉择 对南营大选的冲击 也就是这个礼拜结果以后 柯怎么样 只是那一刻 我认为这个设论写的是很正确 因为柯文哲最大的考量 还是要考虑到国民党到底谁出现 对他是最有利 这个我们不瞒各位说 他也是在等待 那谁出现对柯最有利 这个是他们的幕僚要去做最后的 你不是有科医院 总之到几分吧 我有科这个部分我不参与 你要五星级 他说五星级 有很多秘密 也不能现在就告诉大家 那我在想 我们先来谈上海论坛 当然柯文哲所做的事情 不管是论坛也好 不管是行程 拜访也好 都会牵涉到跟总统选举有关 那我就上海 因为我有陪他到上海双城论坛 所以柯文哲 我曾经私底下问他 为什么要去做 他说这是行之有廉的 一定要去 我说很敏感 他说他知道 所以胡道客也知道 他说硬着头皮去 即使他是步步为隐 我还很小心都看稿 还有他讲过一句话 学习对方的进步 宣导台湾的文明 这句话我讲的很有理由 学习对方的进步 宣导台湾的文明 这很好 我提一个例子 这次的上海论坛 到底他的成果怎么样 我个人的判断 双方尊重过去 体谅现在 双方 也就是上海跟台湾都是这样 尊重过去 那个体谅现在 所以基本上 我是认为 互相尊重 对等地位 以礼相待 所以这个活动 基本上是成功的 有靠分吗 我认为是加分的 我认为是加分 他说没靠分就好了 全部整个流程下来 因为我除了讲快一点 上厕所 我们两个还是上厕所 除了睡觉以外 其他我都跟在柯文哲身边 基本上没有失言 没有没有 但是还讲两岸一家亲 民进党会放过他吗 所以这个部分 就等一下我来分析 就刘洁一跟柯文哲 他们的对白 所以我在想 因为这个两岸 两岸论坛 到底有什么好处 很简单 现在上海 就流行一句话 就请问你是什么垃圾 那上海人说 我不是垃圾 我是人 他问的 就是说你的垃圾 七月一号上海 就跟着台北 写垃圾不漏地 还有什么 也就是垃圾要分类 他们七月一号开始做 所以这个就代表什么 双城论坛 他学习我们 我们学习他 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好的 很好的一个活动 另外我是觉得 这次比较特别安排的 这些行程 是有一点特别 除了拜访参观之外 有一个就是过去 两岸论坛都没有 去拜访台商为主的行程 这次为什么会这个 我请大家我秀一下 因为有很多事情 大家相片看不到 这个是参加台商的食品工厂 食品工厂 你看我们就现做现吃 帝王书我还记得了 这个是在参观 参观一个活动 所以我在跟他解释 是怎么回事 那另外这个 这个是在参观什么 参观东海跨海大桥 这是很伟大的工程 三十二个公里 是跨的东海 所以我们是在研究说 为什么他们做到的 那另外这个 他这个呢 他是参观什么 参观他那个科技的创新研区 科技创新研区 这个 另外这个就是台商所开的马祖庙 也就是昆山里面台山 开得很大 开得很大 在大陆是不可能这样 那这个呢 这个是在跟台商 台商座谈 那台商座谈 所以基本上这次的优点 不是只有形式如意的交流 而是什么 完全跑台商 好 大家关心的就是什么 刘洁瑜让我很讶异的 就是说 都没有谈九二共识 跟一中各表 他一国两制也没有谈 为什么 怪 我是觉得 我以为他会什么 照本先科的会谈 一国两制的问题 再把西伍典念一次 为什么不念 他也没有念 他也没有念 这个我在现场 所以我感觉到很奇怪 他们会不会发现 再讲一国两制 就等于帮蔡英文在选举 他们会不会也体会这个问题 这个是值得我们观察 可是柯文哲 他这次不是只有讲 他不称呼 习近平叫做习总书记 他就有讲说习大大 柯文哲就是这么好玩 他说习大大 他形容说 小英我们也叫他小英 我们也没有叫他蔡总统 所以他都叫习大大 可是这里面有一个在台商 在昆商台商会 他们讲中美贸易战的时候 台商在大陆设厂的 是有二十家 是有九家 是台商哦 你知道中美大战以后 他的业绩往下坠了百分之五十 所以拜托柯文哲有机会跟刘贤易见面的时候 所以柯文哲就代表财商 一感谢你照顾 二希望你们要重视台商的这些困境 所以我感觉到这个整个 整个这种柯文哲 这种表现 我个人的看法 那种是好 虽然他是台北市市长去做交流 可是有一种国家领导人的那种隔绩 代替台商去讲话 这是好的 那你如果问我说 要来跟他打分数 因为总是要打打分数嘛 所以我认为整个流程当中 我个人的看法 柯文哲这是双城论坛的评分 那评分 我认为城市交流是九十分的 然后如果两岸关系 它是及格了七十分 所以如果平均起来 我认为这次的双城论坛 它是八十分 对于回来 未来要选总统 有没有帮助 那全国观众 大家去干嘛 可是我认为 除了这些直播的事件 或者前几前几 那个这个昨天 所讲的这些什么 支持科 或什么这种种 这些的东西 是不是扣分 我不晓得 可是我认为 两岸的这次的 双城论坛 它是加分的 坦白讲如果没有这个节目 大家早就忘掉什么城市论坛了 我公开说 没有影响 没有加分 没有扣分 我试着我的观点 你认为加分 我这没差 打不到的软口 我打到就没差 来 两位 美方是国民党 亮金是实在一样 一定有不同观点 来 请 我觉得 没有 我觉得说 那个有一个 那个网路上 我看我觉得很好笑 那个胡彩萍 他就说 那个直播中共官员的活动 真的很瞎 然后他觉得说 柯团队对于国际事务的认知 的等级非常的危险 因为如果大家都要说 政治判断 如果有错误的话 可能会导致说 不小心就擦墙走火 所以说 其实 我相信说柯是代表 当然代表台北市市长 但是台北市毕竟是 台湾的这个一级城市 所以说如果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两岸在做一个交流 然后结果 这里面 十位 大概十位左右的幕僚 都大概知道说 等一下就要直播了 那市长有可能不知道吗 而且 其实他的副发言人 柯宇宇 他也po文 也讲说 这么慎重的场合 任何事情 当然不可能笨到 由我自己做主 言下之意 就是说 其实柯文哲早就知道 这件事情了 那但是柯文哲 为什么明明知道 还要明知故犯 因为他现在就在测试 北京的底线 到底在哪里 他现在这样子 他有那么深沉吗 没有啦 我跟你讲 我还没有讲完 他现在就是要 那绿营的人士 就知道说 我可不会照你北京 你要我怎样 我怎样 我就是我就是反骨 他就反骨 对啊 这个你们应该 应该不反对我所讲的 他就不是那种你随随便便 你想要操纵在手中的玩偶 那所以说这个 所以我觉得 但是另外一方面来讲 现在目前在总统大选当中 柯文哲已经被越来越边缘化了 那他在这次的双城论坛当中 我觉得我认为说他是寻找一个立足点 那他一方面要讨好蓝营 二方面又可以不违背绿营的这个方式 怎么讲呢 其实我说白一点 我觉得柯文哲 他就是对岸的一只棋子 我这样讲了 因为对岸他现在要押保 我就押你 我就押你柯文哲 这个未来有机会会变成中华民国 那对岸有没有押郭台铭或韩国瑜 有没有 那边 我能这样还问吗 没有 因为其他人比较难 难以说 因为没有一个默契 我相信 我相信说 所以你说刘捷一是做求给柯文哲 对 他就是做求给他 所以他才不跟你谈那些政治议题 因为我们彼此就有默契了 根本还要谈什么 一国两制谈什么那些政治议题 他根本不跟你谈这些 因为他觉得说你来 我就是做面子给你 所以他规格很大 你看国台办的那个 对啊 所以说 西郊宾馆是国宾级的宾馆 对啊 他其实他的这个规模 跟他接待你的礼数算是很高档的 所以他其实是对柯文哲是非常礼遇的 那其实我觉得说 我认为说 当然虽然说柯文哲搞出这个直播 我觉得他说 被他骂一顿已经是懲处了 那我觉得那个人应该要换个位置做做看了 因为这样子说直播 这可是国际级的交流 然后你在那边直播 那你这样子你是不是 有点搞不清楚状况 或者是说对于国际事务的认知等级 真的就是非常危险 所以说我认为说呢 这个应该 我相信说呢这个大陆对于柯文哲的这个部分 他并不会把他的善意归零 那他最后他还是就像我讲的嘛 其实柯文哲就自己人 我这样子哦 你说了 真的啦 你说了 美芳我跟你讲 你说到白了吗 美芳我跟你讲 如果是自己的人 他去就不要那么小心 但是直播的事 还是要做做样子 他不会那么小心 你看看他只要上台 双方致死的时候 他是照稿链 移植不落 是非常小心 你看他多尊重 他椅子坐三分之一 没有 我也坐三分之一 我也坐三分之一 这是理数 这是理数 因为这个柯市长到上海前 就是接受了专访 他也在我节目讲 是硬着头皮去 不要失分就好 我也这样归纳说 硬着头皮回来 也没有失分 但是我公开讲 柯文哲市长最崇拜 台湾唯一一个政治人物是李登辉 我敢公开这样讲 他也不会否认 李登辉前总统 问题是李东 李总统跟我说 李总统跟我说 国同可能国是假的 骗对方 我现在不知道 是到底你管的 你说假的骗对方 我也不知道 因为你是以李东辉为事 好 我们让实力的 亮机长来讲 所以公盈 你们也没有总统候选 目前为止没有 然后你又来监督制衡科市长 来 请你做结论 科市长这一次上海行 就是有非常多的风波 那当然直播的部分 我想这个就不多说了 我先来讲一下这个 我先来讲一下这个 柯的幕僚在这个PTT上面发文引起轩然大波 那我必须要说 在这个这么敏感的时间点 国民党初选之前 那柯正英的幕僚发了这个文 虽然他是以个人的立场来发文 你的解析 对 虽然他是以个人立场发文 但是我真的觉得非常非常的微妙 其实在去年2018年的时候 柯正英曾经也有 他的 也是他的选举干部 曾经也是发文去挺了 其他党的候选人 谁呢 当时是小野是他的总干事 发了文去挺了陈其迈 那同样他也是反韩国瑜嘛 所以他是挺陈其迈 好了 那接下来这件事情怎么演变呢 当时是后来小野出来道歉了 那但是我们反观会 看现在呢 现在这个时间点 柯市长也还没有宣布说要选总统 但是大家也都知道说 他确实有可能有这个打算 然后呢 国民党的初选即将在即 这个时候他的幕僚 他的这个幕僚是非常他贴身的人 这个李静颖 他就发了一篇文 他说这个有韩不投 非韩投锅 就是风向 我觉得是有点在带风向 我觉得 然后这个时候又说 他曾经有先跟柯市长 讲过 是不是柯真的是 把韩当为最强对手吗 对 所以我必须要讲 为什么会有这个方向 我的认为啦 是说确实柯跟韩之间 他们的网路声量 跟这个支持者的这个激情程度 其实有得拼的 所以其实柯市长 我认为他是有危机感的 所以呢 在这个时候 我不能 就因为这我无法确认 这个到底是幕僚 自己发的 还是实际上是有人受益 他们想要带风向等等 这个我无法去意测 但是确实这样子 会不会影响 这个民调的结果 我也不清楚 但是我必须说 柯文哲跟韩国瑜之间 确实在支持者上面 跟这个媒体焦点上面 是有消长的状况 就是说你可以看到 过去几个月 当韩市长这个 全部是媒体焦点 禁足焦点的时候 你可以看到 柯的新闻就相对的 变得非常少 所以他们彼此之间的 媒体声量 有时候是有点消长的 那在更前一阵子的时候呢 柯市长还会时不时的 提到韩国瑜 就彼此还会 柯市长还想要 互相拉抬一下 就到了后来的时候 韩国瑜的新闻越来越多 柯市长反而到 前几个月有点边缘化 那最近当然因为双城论台 还有也因为这个 这个市议会咨询的关系 有市长的新闻 我们柯市长的新闻 也越来越多 所以我就说 这两个人之间 其实都存在着 非常强烈的竞争关系 所以到底国民党出来 谁出来 能够对这个 假设柯市长有想要出来 对柯市长的选情 会比较有帮助的话 我想这个幕僚的发文 我想已经代表一切了 国陈兄说 柯市长去上海论坛是加分 刘美芳小姐说 柯市长是阿公自己的人 我也稍微惹到 当然有人 已经有人扣红帽子了 过去了 那亮丁小姐说 好像韩式锅的最大潜在的对手 其实这个题目写得很好 柯文哲的抉择 不只对国民党 对民进党也一样 冲击思维有 如果蔡总统民调没有跟柯拉开的话 柯会选 除非两个平手 或是蔡盈柯 不然柯 我还在强调 只剩那一柯 柯的动向 是国民党出选以后 我们要高度关注问题 三个意见不一样 这真的是台湾最有大的地方 我们不是严谈 我们是多元包容 我们才是多元包容 允许各种意见呈现 你自己判断 感谢三位谢谢 谢谢 谢谢吴大哥 谢谢吴大哥